现在谈论疫苗股 因为刚才也说到 周末期间不同的药企都会有消息 外围方面比较多 例如莫德纳就说 春年年初会有应对的疫苗 其实内地媒体也引述 康熙诺生日6185的管理层 就说已经开始针对Omicron的疫苗 正在进行研发 现在开市前兑员盘 正在升9% 升14.5% 升167.8% 另外伏星也在升半成 你觉得这个版法又值不值得追入呢? 可以的 做短炒的话 因为你的市况本身资金也没什么出路 但问题就是 你要转身转得很快很快 你转身转得快 你才有条件去炒疫苗股 如果最后有万几百分明明 大家开始就不怕变重病毒 接着你现在又高追了 你拿着疫苗股正在回落那段时间 你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最后全都穿了位 接着才不建议 所以短炒的是炒疫苗股 但问题就是转得很快 你这些东西要 我们都经常在说 这个节目 未来可能只有一个星期做一次 下个星期发生什么事 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说这个版法可以怎么看 短炒是正在炒这些版法 今天AO就可以追 我会愿意这样做 但是心态上未必 你说你不建议还是建议? 我会建议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 但问题就是 抱着一个对冲的心态 所以如果你突然间 手头上把所有货都沽出 走去买了疫苗股 狠狠地搏一招 那这个真的太高风险 这个不是不行的 但是要转得很快 那我们就不能帮你 但是问题就是 你把小部分的资金放在上面 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问题就是 现在市场很害怕 你说疫情上面控制不了 那你就说 把部分资金放进去 这些疫苗股上面 做一个对冲心态 假设疫情上面淡化 起码你其他的股份 有机会好一点 你相反地 你拿一个指数来做对冲 反而更危险 可能纯粹真的被一些科技股 突然间夹上你等等 这个比较难 就是做不到一个 比较完善的对冲 我想暂时来说 如果那些疫苗股 抱着一个对冲的心态 你买回康希略 伏星医药这些 是比较会有信心 但是不要 就炒一些上一回合 都炒不起那些疫苗股 例如是什么 科兴妈妈七那些 今天都可以升 但是我不是太过建议 找一些之前的概念上面 没有那么强的股份 来到最落后 至于药名生物上面 就应该不是太过能够受惠 所以未来你驳驳疫苗股 都是离不开6185 或者2196为主 那轮波动性比较大 一定是6185 2分150元做指示 这一刻升一成 你会面对着一成的高增风险 但是其实你看这些疫苗股 达两三成左右 又不是真的不行 目标就是2分180至190元 这些位置分散投资有多余的资金 可以试一试